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赖正凯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民调辩论结束后 川普在各大关键州都领先拜登 2024年首场总统辩论后 更多选民转向川普 根据CBS所做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关键州总体上比拜登总统领先三个百分点 在全国领先两个百分点 拜登和川普的支持者中 超过90%的人都表示 他们永远不会考虑另一位候选人 在全国范围内 共和党人具有比民主党人更多 肯定会在2024年参加投票的优势 ADP美国六月份私人企业招聘意外放缓 薪资公司ADP周三表示 六月份私人企业就业意外降温 就业创造连续第三个月放缓 报告指出就业成长为15万人 低于专家预期的16万3千人 增加的工作大部分来自服务业 其中休闲和酒店业的职位增幅最大 增加了6万3千个 市场也将关注周五公布的最新政府就业报告 达美航空食物受污染乘客不适紧急转降纽约 达美航空周二深夜从底特律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36号航班 发现机上餐饮有部分食物变质 航班决定改道转降纽约甘乃迪机场降落 机场乘客277人 降落时有24人不适 包括10名机组人员 14名乘客 但24人都拒绝就医 达美航空表示 出问题是经济舱的部分餐点 并向行程受影响而造成不便的乘客致歉 FolkC召回有触电危险的Tedway吹风机 由于吹风机没有安装浸水保护装置 如果插入电源时掉入水中 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触电或电机危险 FolkC公司宣布召回近4万个Tedway吹风机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拔掉插头 并联络该公司免费更换 消费者应剪断电源线销毁召回的吹风机 并将被召回吹风机的图片 发送至FolkC公司以获得带有保护装置的吹风机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